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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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any 你平時喜歡出家吃飯 還是喜歡自己煮食多? 其實平時在家裡都會煮食 但上班真的很難避免 要出去吃或者買外賣 那出去吃東西 喜歡吃甚麼多? 其實你知道我怕胖 所以都會有做運動 和飲食上折子一下 健康的菜式就最適合我 你是不是有甚麼好推介? 當然有 在余心海景酒店裡有一間食肆 她剛拿了星級有型食肆 她有很多有型菜式可以介紹給大家 有甚麼好推介? 我認識裡面的菜式是強哥大廚 她會有很多有型菜式 不如我們進去試試吧 那我一起去試試 Tiffany 認住這個標誌 這個就是星級有型食肆的地方 太好了 很容易找到又健康又營養的食肆 歡迎各位 這次來到當然要煮好東西給你們吃 你們喜歡吃甚麼? 我最喜歡吃豆腐 因為它高蛋白質 低脂肪 很健康 但在外面的食肆 通常用油炸 又或者用濃的醬汁去配搭 容易吃得很鹹會水腫 對呀 我同意 因為出去吃飯 經常都大魚大肉 吃肉都吃得很激 如果今天有些豆腐的菜式 那就最好了 又沒甚麼好介紹 強哥 其實我都很喜歡豆腐健康食材 所以我想到 這些是南瓜蟹 大紫排豆腐 它是生小之前的菜式 我只給你們吃 大把它放進去 お其他們還食べ物 好一點 喔 這就是 南瓜筋真的很嫩滑 加少許的低脂忌廉和南瓜 就已經可以做到滑的口感 很適合我們的KFG 除了南瓜滑之外 其實豆腐也很滑 不過做豆腐也很高技巧 因為豆腐比較淡 所以這次強哥加了蟹肉 大姐一起去做 把蟹肉的鮮味放在豆腐裡 非常之夾 還有南瓜的甜味 我記得剛才強哥 只用了少許鹽和胡椒粉做調味 已經來到那個味道非常豐富 其實用少了油、鹽、糖去做調味 都可以吃得很健康 強哥哥升級有形食肆運動 對這個有形菜式都一定要求 在你設計菜式方面有沒有難度 當然多了一些限制 不過我的師傅也有去上課 學識到健康飲食方面的知識 以及其實花了一些心思 可以製作很多色香味窺的菜式 那你們的客人 喜不喜歡吃你們的油形菜式 這客人都很喜歡的 我們附近是自習區 有很多街坊喜歡經常來的 他們都希望食物健康些 多食小肉、小煎炸 還有不要太美味 我們都最愛配合他們的 兩盤二盤也有真好 我們這次試在這間 這麼照顧顧客健康的食肆 那我們下次又介紹 哪一間升級有形食肆呢? 不用心,Piffany 有很多升級有形食肆的 下次再介紹 多一些不同的有形菜式給你試試 好,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